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忘了 你是我的人 你的名字 也是我给的 来啊 把冬月 卢川 一起押入大牢 冬月 快去给三皇子传消息 走 放开 侯爷息怒 读文章 要读全套 京都大汉 流民四起 皇帝镇压流民 才导致前朝人心涣散 才由我本朝盛世 可见望春楼主 此言是想警示世人 一定要感恩我朝天子 可是他的言辞之间 触犯了几回 这京都杂坛 在百姓之中威妄其高 若是因为他在书中赞誉圣恩 而被问罪 那此话传到陛下耳中 侯爷可不是那么好过啊 这个冬月颇有神通 上次她预言七月飞雪 贵妃都有所耳闻 说要选个日子宣她入宫 为陛下祈福 为陛下祈福 我劝大人还是不要得罪她的好 不然等她入了宫 要是绞你的蛇根子 算了吧 若非是我帮你脱困 你现在的下场跟她一样 难道连个蟹子都没有吗 有啊 一定要蟹 蟹夫拿人出手相助 好 三殿下 真是难得见到三殿下一面 当年命你离宫的时候 我曾说过 以后还是不要相见得好 你也曾说过 对皇位不感兴趣 只以你尊崇掌幼尊卑的道理 可如今 你竟让她大哥已辞世多年 原本太子之位 是该落到你的头上 可是你却这般矜持 躲在御风阁里 吟试作对 自古从来都不缺想当皇帝的人 我只是想做我自己 能为天下百姓尽一分力 就可以了 倒是像你这般急功尽力 不择手段 小心自会前程 这玉牌可别再丢了 不然 我会让你在这太史局 待不下去 别忘了 别忘了 你是我的人 你的名字 也是我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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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